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诸天记》 作者 庄碧凡 第十七集 说完 宋天行将真元催动到极致 三大真传剑法之一的斩鬼神 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惊人的威力 血色剑光全力展开 将方圆一丈之内笼罩得密不透风 那些疯狂飞舞的一蛇妖 只要沾上一点 就会被瞬间搅得粉碎 一时之间 竟然真的牢牢护住了身后的林妃 然而 宋天行自己心里清楚 这样的爆发是不长久的 自己不过是注击境界 能将斩鬼神施展到这个地步 全靠超负荷的透支真元 可能最多一炷香的时间 自己就会遭遇真元枯竭 然后被无穷无尽的一蛇妖吞没 不过 他觉得这样也好 也算是还了林妃之前的人情 抱着这样的想法 宋天行疯狂催动真元 将斩鬼神施展到了极限 一时之间 真的有点一剑斩出鬼神臂翼的气势 而另一边的林妃 在将宋天行推上前线之后 却并没有停下来休息 而是将后远星盘分拆开来 一道尽致一道尽致地研究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宋天行早已杀得麻木 无数的一蛇妖倒在剑下 体内的真元越来越少 原本赤红一片的剑光 已是渐渐多了几分杂涩 宋天行知道 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了 也许片刻之后 自己用血色剑光构筑的防线 就会被蜂拥而来的一蛇妖冲破 行了 然而 就在宋天行即将历劫的时候 身后的林妃 却再一次催动三宝琉璃灯 只是这一次 赤阳琉璃火 再无先前的威势 没办法 林妃身上已经再无真元可以燃烧了 只能将最后半块零石 投入三宝琉璃灯当中 赤阳琉璃火的威力 自然也只有平常的三成不当 不过 就算只剩下三成的威力 也是瞬间清空了一大片一蛇妖 为早已累得脱离的宋天行 赢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拿去 照着原来的办法激发就可以了 回去之后 记得告诉长教 就说银河之下的一蛇妖帝 可能要脱困了 说完 林妃将昊月星盘 塞回宋天行手中 啊 啊什么啊赶紧呢 等等那你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说完这一句话之后 林妃借着赤阳琉璃火 在一蛇妖群当中 撕开裂缝的机会 直接连人带剑 冲了进去 瞬间消失在无边无际的一蛇妖群当中 宋天行做梦都没有想到 一直跟自己作对的林妃 竟然在最后关头 将唯一一个逃生的机会 让给了自己 震撼之下 宋天行甚至忘记了去催动 浩宇星盘 一直到更多的一蛇妖填补上漏洞 再一次向宋天行发起围攻的时候 这位真传弟子 才冲着林妃消失的地方 重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将一股真元注入浩宇星盘 跟着 就只见无穷月光洒下 宋天行的身影 在月光当中变得朦胧起来 几乎就在宋天行消失的同时 一直风平浪静的阴河 终于翻起了滚滚的浪花 这家伙 终于闻到黄泉真水的味道了 这个时候 林妃就站在阴河边上 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一蛇妖 就好像一片乌云一样 笼罩在林妃头顶 看着滚滚浪花翻起的阴河 林妃终于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去 向着那密密麻麻的一蛇妖 露出了笑容 下一刻 一颗巨大而又猙獰的头领 突然从阴河当中浮起 一股冰寒彻骨的气息 瞬间笼罩住 方圆百丈的范围 就只看见血盆大口猛然张开 一呼一息之间 整个世界突然变成了一片冰天雪地 天蛇冻日 一时之间 就只见寒霜弥漫 大雪纷飞 无数的翼蛇妖化为冰雕 啪啪啪地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整个世界一下清静了 前一刻还将林飞憋得走投无路的翼蛇妖群 下一刻 就在这天威一般的力量面前 化为乌有 看得不错 林飞一纵身 跃上巨蟒头顶 伸手拍了拍那颗巨大而又猙年的头颅 刚才还凶微弥漫的巨蟒 现在却好像一条温馴的小狗一样 很憨厚地扭了扭头 似乎是在回应林飞的夸奖 好了别卖萌了 请带我回去 随着林飞的吩咐 巨蟒再次沉入水中 只是将头颅高高昂起 载着林飞逆流而上 一路向着鹰河上游游去 林飞盘膝坐在巨蟒头顶 鹰嘴牙伸出那股冲天而起的妖气 仍然让林飞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这一次真是有些侥幸了 要不是自己在最后关头 破解了浩月星盘的三十三道劲指 重新激发了浩月之力的话 就算最后巨蟒能够及时接应 自己恐怕也会遇上天大的麻烦 妖帝 一旦从赤法真人的镇压当中脱困 这鹰河上下 就会彻底成为修饰的禁地 自己就算拿到那件东西 将万简绝推向前无古人的境界 也绝不可能在这种地方生存下来 要不然的话 自己刚才也不会甘愿冒险 要将宋天行传送回去 只有将宋天行传送回去 鹰嘴牙深处的一切 才会被问剑宗所知道 才会有人下来重新镇压一舌妖地 还好 小家伙还记得黄泉真水的气息 当年 自己将小家伙养在鹰河之下的时候 可真没有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 会靠着他的天蛇动日 从万千亿蛇妖的围困之下脱困 接下来 就是去鹰河的最上游 取回自己的东西了 鹰河当中 虽然妖物众多 但是坐在一位妖王的头顶 就算再不开眼的妖物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招惹林飞 这一路上可以说是风平浪静 不到一个时辰之后 一人一忙 就来到了鹰河的最上游 这里是鹰河的发源地 悬阴煞气最为浓郁的地方 四周的一切尽数被冰霜覆盖 只有潺潺的鹰河河水 从地下缓缓流出 浓郁的悬阴煞气笼罩之下 整个世界仿佛都染上了一层 化不开的灰色 巨蟒将林飞送至鹰河尽头 似乎有些畏惧四周的鹰沙 庞大的身躯 往鹰河里缩了缩 林飞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从巨蟒头顶一跃而下 落在岸边一块被冰雪覆盖的石头上 还不等林飞双脚站稳 银河当中已经是一阵水滑搬起 巨蟒庞大的身躯 彻底沉入水中 只见一片庞大的阴影 顺流而下 很快消失在林飞的视线当中 跑得倒是挺快呀 林飞知道 这家伙是怕再被自己 关回那座墓园 所以刚将自己送来 就急不可耐地跑了 不过算了 反正这个地方 跟万年之前不同了 只要那位一蛇妖帝不出事的话 以这家伙妖王境界的实力 大可以在银河之下横着走 也不用自己去操心她的死活 目送巨蟒离开之后 林飞抬头望了望前方 银河尽头 是一片冰雪茫茫的世界 空中飘荡着丝丝灰色的雾气 那是仿佛实质一般的悬阴煞气 别看着飘飘荡荡的 好像雾气一样 真要是粘上一点 就算筑击巅峰的林飞 也要脱下一层皮来 面对着弥漫的阴煞 林飞也不敢随便乱闯 伸手掏出三宝琉璃灯 将一股真元注入其中 一点赤阳琉璃火 顿时燃了起来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朱天记 用声音让生活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